各位網友大家好 有到吃中午飯的時候 我們來到這個位於荔都雲河旁邊的Clauways 看看有什麼吃 這裡就是二樓了 最適合就是團體派對 全部都是大桌 二樓有二樓的景色 樓下有樓下的景色 這裏是二樓另外一個環境一般 這裏就是in-door的桌子 哈哈大廳 酒吧除房 一個非常古建築的主流社會餐館 原來這裏有三層的 有一個是outdoor 這個是in-door 非常傳統的西式擺設 刀啊叉啊 胡椒鹽都在桌面上 這裏是另一個廳是靠錦麗都雲河在裏 我們一於坐在這邊 以下這些就是它的餐館的menu 大家慢慢看下 這裏就是酒類了 這裏就是酒類了 這裏是京蔥薯蓉湯 第一次試一下 看看它什麼味道 我們今天很幸運 來到這裏餐館 有個中國的廚師走來服侍我們 我們很驚喜 原來這個世界都幾小的 來的西人餐館的主流社會餐館 都見到中國廚師 我們全部的食物得海 大家需要的 分甘同味 這裏是魚 這是什麼魚 嘩嘩一蛋圓 真是這麼好吃 好健康的湯 薄餅 薄餅 洋蔥 菠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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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芝士 還有 皮 應該很薄 大家看到 市面上 各樣各樣的菠菜 都不一樣 但是我喜歡 試不同的味道 所以吃什麼都這麼好吃 但是這個薄餅 對我個人來說 都是普普通通 聽有人說過 原來他試過龍蝦薄餅 有機會試一試 還配上橄欖油給我們 這次的午餐 對我個人來說 不知道是不是不懂吃西餐 所以普普通通 但是環境就非常不錯 的 這次的午餐 旁邊就是麗都運河 一路吃東西 一路可以欣賞麗都運河的美景 OK 這次的結帳 每人大約30元左右 希望大家繼續追蹤我的視頻 多謝 拜拜